我们来录一个小巧门 如果你要连续按好几个按键 依序的按 你可能会怎么做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你可能会用控制 从一直重复到什么这样子做 那这样你必须好几个 比方说我要连续按ABCD四个字 那怎么办 那你可能要重复 他侦测他是否按到了什么 按按键是不是按下去的 某一个按键是不是按下去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很可能你会想说我用这一个 这个只能一个按键 而且这个没有办法 比方说我要Enter键 Enter键怎么办 这个就很好玩了 那如果我要 我要一个中刮好 可不可以啊 这些都没办法 那现在告诉你一个小巧门 第一个小巧门就是 用变数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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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我要用中刮好 那你用变数来把 好这边就直接把变数 我把它设成中刮好的左边 好 把变数做成中刮好的左边之后呢 我们就用循环去侦测 某一个按键 是不是 呃这里 好被按下了嘛 那如果他被按下了 好如果他被按下了 如果他被按下了 那就说 一件事 没有就说另外一件事 好了 那如果有被按下 我们就说中刮好 那你说这样不对啊 这是空白间啊 这里也没有中刮好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什么 变数塞紧了 好把变数塞紧了 好我们看一下会不会 会不会 好正常是hello 我按下中刮好 诶有哦 按下中刮好 他这边说中刮好被按下了 好这是使用变数来按 那这样子来做的时候 如果你要三四个 你是不是要做了很多次 好那非常麻烦 啊如果这个按下了之后 然后再怎么样 下面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这样非常非常的辛苦 好那接下来有一个小巧门给你 好那在Squatch里面 他有一个扩充套件叫什么 叫Meki Meki 这个好玩 好这个这个也没有什么 好这个一样这个也可以用把变数塞进去 那我要的还不是这个 好那目前锈的是这个 那老师锈这个那怎么办 假设我要按A B C怎么办 那很简单好来看一下 我们把变数设为什么 A 空一个 B 空一个 C 空一个 D 空一个 好把变数设为这个 然后呢当这个被按到了 他要说一件事 说A B C D 被按下好了 这个就不打了 好这样子是不是真的会 会说出来 你看我按A B C D 好我们要先执行一次 看这里A B C D 因为我这里没有执行 这是我的刚才执行 我们把它放到7字上面好了 7字一开始 那我们现在改成一个什么 A 空一个 Q A Z 好了 好我们四个就是 这样会变成 E Q A Z 就是刚好四个字 好那我们重新执行 应该放在这里 应该放在这里 执行没有 那我们现在来按E Q A Z 好它就出来了 好就执行 那你可以自己按照顺序去组合 那如果我想用Enter 那你这边就直接打EN T E R 好我们来看一下 按下Enter键 它就会说告诉你说 E Q 好这个要那个 应该是这一个 好我们回来Make it Make it 哪一个按键被按下 这一个Enter键被按下 我们把它设为Enter Enter 那我们这时候按Enter 它就说出来 好这样子来做 也就是使用变数来做 而且它可以做依序按下某一个字 那这Make it Make it的扩充套件 本来是支援硬体的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方式来做键盘的顺序侦测 这也是另外一个做法 如果你有更好的点子 你可以发挥的更淋漓尽致 好 好 好